唐室筛查要做B超吗? 合进、产和、副主任医师 唐室筛查,咱们分两个类型 一个是早糖的筛查 一个是中运、中糖的筛查 那么早糖的筛查 它的计算方法是要结合B超NT的结果 来进行计算的 这个是NT结果出来以后 然后再结合咱们唐室筛查 它的血清血结果 一个综合的计算 所以它是需要做B超的 早糖的筛查呢 它的优点就是比中糖它的筛出率要高一些 准确性高一些 那么中糖筛查需不需要做呢? 也需要做 它是对早糖的一个补充 它是不需要做B超的 因为它的计算方法呢 是通过它的身高呀、体重啊、运周啊 还有它这个查出来的AFP和HCG 它这个值的结果综合因素 一个复杂的公式进行计算后 得出来的一个概率 那么早糖和中糖两个结合起来 如果NT、早糖、中糖都是低风险 那么它发生这个唐室儿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 早糖是指咱们在运12周左右做的 也就是在咱们NT12周做一个NT 做出来了以后再抽一个血 化验一下咱们这个糖室 那么中糖呢 每个地方它的运周时间不太一样 但是大多数都是从运16周以后开始做的 专家提示 1、糖室筛查包括运早期的早糖筛查和运中期的中糖筛查 2、早糖筛查的计算方法需要结合B超和NT结果进行 因此需要做B超 3、中糖筛查是对早糖筛查的补充 可以不用做B超 0、4、3、7、1